2013年的秋天,学期即将结束,在卡奈尔大学当了25年教授的史蒂夫·斯奎尔斯,Steve Squires却感到有点不安,作为美国宇航局火星探测车任务的负责人。 他刚刚完成了对勇气号和机遇号长达十年的追踪工作,这两个六轮机器人都曾在火星上进行探测,这两辆探测车被设计成能够在火星表面漫游90天,在岩石上抓挠和钻口,并在土壤中寻找水的证据。 将近十年后,机遇号的探索仍在继续,斯奎尔斯对他的坚持并不感到厌烦,但他自己却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为此,他给自己的老朋友,Honeybee Robotic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斯蒂芬哥里万,斯蒂芬,高尔文打了个电话,Honeybee Robotics公司专门开发,再行星和小型天体,上钻口和取样的工具。 斯奎尔斯,在火星踏测车上放了Honeybee Robotics公司的工具,他认为哥里万可能会有些新的玄酷东西给他看。 斯奎尔斯,提议参观该公司的纽约总部,在一天的时间里,哥里万谈论了十几个项目,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几近5.5米岛,像竹天一样的可伸缩手臂。 Honeybee Robotics公司想象着把它送到一颗彗星上,这个机器人的一触挤走系统将从彗星表面抓取重约100颗的小块碎片,将其储存在太空舱中,并将其完好无损地送回地球。 斯奎尔斯被他迷住了,彗星是一种含有有机物质的冰冷天体,上面包括炭、氢、脏和氧等元素。 天文学家认为,彗星可能在数十亿年前与地球发生了碰撞,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这些事件促使最早的生命形式出现,并最终进化出人类。 这些原始物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仍然在彗星中被冻结。 自太阳系诞生以来一直处于原始状态,斯奎尔斯说, 如果你想了解生命是如何出现的,彗星会帮助我们找到接近事实的真相。 当然,人类从未接近过构成彗星的尘埃河滨,开车回纽约的伊萨卡时,斯奎尔斯开始研究如何纠正这种情况。 他说,十多年来,有几个神经元一直没有发出信号,这让我开始思考,我知道取回彗星量品有多么重要,我知道过去的尝试都已失败告中。 2004年,欧洲航天局曾向六七批彗星,发送探测去罗塞塔。 Rosetta 天文学家们都在等待获取图像,罗塞塔的照片本该在2014年传回地球。 理论上,他们会提供足够的数据,来帮助斯奎尔斯设计一项取样任务,即将Honeyby Robotics公司的设备送到彗星上。 Osiris Rex也是如此,这是美国宇航局资助的一项小行星研究计划,于2016年9月启动,该研究也采用一触击走技术。 离开Honeyby Robotics公司总部四个半小时后,斯奎尔斯把车开下车道,开始为自己的下一个大项目挥着蓝图。 这将是昂贵的,但他知道美国宇航局将在2016年12月为其顶期的新前沿项目,New Frontiers征求建议。 这个项目资助太空探索任务,预算约为10亿美元,斯奎尔斯的彗星起义最终,被命名为凯撒项目,及彗星天体生物学研究量本回归的缩写。 2017年年底,凯撒项目被美国宇航局列入候选名单,如果他胜出,研究人员将第一次有机会将彗星表面的有机混合物带回地球。 彗星通常已发现他们的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或者用字幕数字代码来描述他们的轨道,67P也被称为Shirmer's Jersey Mental。 以乌克兰天文学家克里姆伊万诺勒奇丘刘莫夫,Klin,伊万诺勒奇丘曼和斯维特莱纳伊万诺夫,那个拉西面科,Santolony,伊万诺勒奇丘曼的名字命名。 他们在1969年发现了它,这个彗星有两个畸形的脸片,它就像一只笨重的橡皮鸭,以时速13.5万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旋转。 67P上的一天持续超过12个小时,要太阳公转需要近6个半地球年时间。 67P大约4公里宽,轨道在木星之外,处于太阳的最远端。 多亏雷洛塞的探测器,与我们已经确认的数千个雪球相比。 我们对67P的信息,导航天气送到彗星上并收集样本是个复杂的命题。 彗星形状不格责,体积小,自转速度化,由于它们的体积很小,几乎没有重力。 我们知道它们都是冰冻世界,并了解它们的部分化学成分。 但我们对它们的质的几乎一无所知,我会心可能适应的。 就像冰块,也可能是软的。 像雪堆在华氏缆车的底部,Honey Bee Robotics公司工程师克里斯扎克尼,Chris Zagny说, 如果你不需要接触彗星表面,那么空间环境相对容易应对。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从非常紧密到非常松散的状态。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美国宇航局还是把收集这样的样本作为首要任务。 会心在科学上是很有趣的,毕竟这与生命本身的起源息息相关。 但有些人认为,将天体样本带回地球,将来也将是大生意。 诸如深空工业公司,Deep Space Industries和行星资源公司,Planet Resources等商业项目, 已经向投资者承诺,将通过获取尚未开发的太空资源来获得的巨额回报。 后者是小行星采矿初创企业,由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 Larry,Pate和其他科技大亨支持。 这些努力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投机行为,以至于今年早些时候, 行星资源公司在资金枯竭后,不得不大量裁员。 美国加州帕萨迪娜, Pasadena, 死人机器人采矿和建筑公司Off-World的联合创始人间首席执行官, 吉姆·贾拉拉拉, 金·佩利·博利表示, 太空采矿面临的挑战在于, 大规模扩张的市场还不存在, Off-World正在开发机器学习技术和模块化机器人技术, 用于传统的采矿、基础设施修复和建筑, 最终, 这些技术将被设计未在太空中使用。 卡拉拉拉说, 我们把地球当作我们的第一个亲戚。 Off-World取代了卡拉拉拉, 创立的另一家公司Shackerton Energy, 该公司寻求从月球上汲取水冰。 卡拉拉拉说, Shackerton Energy无法生存, 三年前就停止了运营, 他表示, 未来可能是不寻常的, 但在你开始之前会有20到50年的浮现, 许多太空采矿企业家都是狂热者, 而我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Off-World将利用来自 Aziris Rex和凯撒等任务的数据。 卡拉拉拉表示, 除非你能广泛接触太空中的天气, 否则你就没有生意可做。 近来, Honeybee Robotics公司正在为科研项目设计机器人钻井和采矿设备。 在过去的35年里, 他从几个在纽约的夏冬区工作, 的工程师团队扩张, 到150名员工的规模, 在丹波之外和帕萨迪娜都有办公室, 且与美国宇航局像素喷气推荐实验室,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和尔格海相望, 该公司联合创始人格里万特, 我们的利基市场很小, 但总有一天, 当这些商业使命汇聚在一起时, 它将具有更大价值。 我们现在从中国获取大部分稀土金属, 如果我们带回一颗被预先检查, 或含有稀土金属的小行星, 我们就再也不用从中国进口了。 和许多科学家一样, 斯奎勒斯不愿考虑商业潜力, 他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地质学, 但在与瑞瑟夫·维福强, Joseph·Vivaker 共同上完天文学课后, 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维福强是美国宇航局 Zikin任务的科学团队成员, 这个团队曾在20世纪70年代 向火星发送两个探测器。 斯奎勒斯说, 我在研究地球表面, 地图上已经没有什么空白区域了, 地质学是一门令人欣赴的科学学科, 但他没有那种没人去过那里的吸引力。 在宇文夫甲上完课后, 他转到了太空领域, 作为印银版科生, 斯奎勒斯, 研究了Walking任务的图像, 其中显示了火星上干涸的湖泊和河床上有水的证据, 人类不应该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吗? 带着这个疑问, 斯奎勒斯后来进入研究生院, 之后在美国宇航局的于加州山寝, 成大艾姆斯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五年后, 他与维福强, 以故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 卡尔·西奔加入了康奈尔大学, 斯奎勒斯与美国宇航局保持着联系, 并尽可能地参与各项任务。 他说, 我花了十年时间写不成功的提案, 小世纪九十年代初, 在时任局长丹戈尔丁, 10. Golden的领导下, 美国宇航局, 启动了发现计划, Discovery Program及探索太阳系的低成本探索计划, 这些任务具有竞争性, 更快, 更好, 更便宜, 是戈尔丁的座右铭, 他们都由科学家或主要调查人员负责管理, 然而, 直到1996年夏天, 科学Fines雜誌上的一篇论文, 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即来自这颗红色行星, 南极月时钟可能还有化石, 火星才引发关注, 这些发现表明, 火星上曾有生物存在, 这促使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 比尔克林顿决心探索火星, 伍斯特立工事院院长, 凯撒项目领和研究员Larry来信, Larry来信说, 克林顿带巩固了美国宇航局, 对生命搜索研究的承诺, 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用信号和机遇号, 于2003年夏天发射升空, 7个月后成功着陆火星, 用信号首先给地球上的任务控制团队打了电话, 三周扣机遇号也报了平安, 这些机器人的发现, 包括表明火星, 曾经有巨大湖泊的云石坑, 他们还拍摄了陈卷风, 刹车报的壮观图片, 并发现了科学家以前不知道的矿物质, 斯奎尔斯人以为火星探测车的太阳能变质版, 最终会落满灰尘, 最终会被关闭, 用记号上一次与任务控制中心联系, 是在2010年3月, 但不是灰尘导致了他的死亡, 而是他被困在一个沙坑里后迷失了方向, 直到今年5月底, 风暴才将机遇号解救出来, 从那时起, 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火星沙城暴, 已经对火星探测车, 造成了最大的威胁, 而且他现在已经彻底沉默, 斯奎尔斯说, 这次风暴要么帮助机遇号奇迹般的复苏, 要么导致奇光荣的死亡, 现在还不清楚何时天气会放行, 凯撒项目的预算约为10亿美元, 如果任务得以执行, 按照美国宇航局的标准, 这将是凯撒项目达到中等规模, 他目前正在与蜻蜓, Dragonfly项目展开竞争, 后者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行星科学家, 伊丽莎白图特, Elizabeth, Turtle领导的任务, 他将探索土星一个卫星上的几十个地点, 研究其化学构成以及是否移聚, 这两个团队正在制定他们的提案, 并在完善细节, Hernaby Robotics公司已经开始测试凯撒项目采样系统的早期设计, 在美国宇航局的于克利夫兰的哥伦研究中心, 这台仪器被放入152米高的巨大垂直隧道容, 那里实际上是个真空环境, 有轻浮时密度的加气混凝土, AirCrate与67P上的物质相似, 它附着在仪器上, 无需碰触,因此工程师可以模拟在失重状态下取样, 凯撒项目团队约有200名成员, 他们的下一个重大里程碑, 将在2019年完成, 届时美国宇航局将选择获奖项目, 如果凯撒项目被选中, 他们将花费5年时间来建造核测式太空飞船, 并将其送入轨道, 这艘飞船要待过5年才能达到6-7匹, 此次发射计划最早于2024年8月份进行, 暂定到达日期为2029年3月, 美国宇航局下属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主任, 克里斯托弗斯科拉斯, 克里斯托弗斯科雷贼说, 每项任务都需要数年时间来准备, 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在康奈尔大学和亚利芳纳大学, 等多家合作伙伴的支持下, 负责管理着凯撒和The Cyrus Rex项目, 斯科拉斯表示, 这不像电影, 电影只会持续90分钟时间, 被送几句好听的台词, 这些任务也不总是充满英雄, 尽管有很多令人敬畏的技术可以让凯撒项目成为可能, 但斯奎尔斯经常谈到精心准备, 对他来说, 降低风险几乎是一句口头铲, 也是一种确实降低成本的方法, 除了利用Rosetta和The Cyrus Rex项目的研究成果来, 凯撒项目还将使用太阳能电力推进技术到达彗星, 而不是技术化学推进技术, 斯奎尔斯说, 这将是宇宙飞船, 能够沿着原本不可能的轨迹飞行, 在化学推进过程中, 发动机只能进行短散的, 剧烈的燃烧, 然后长时间的滑行, 而使用太阳能电力推进, 你可以进行长时间的制度燃烧, 这些轨迹将会帮助凯撒航线器到达六七匹, 然后安全返回, 由于Rosetta已经研究了六七匹, 凯撒太空船将携带很少的仪器, 这机大地减少了它的能量需求和重量, 一大飞船在2029年早期进入六七匹轨道, 该计划要求六个摄像头拍摄数千张图片, 以帮助确认合适的采样点, 地点的选择将会立即开始, 飞船将首先到达足够靠近的距离, 将Honeyby Robotics公司的机器手臂与会新进行试验性接触, 最终, 它会在彗星表面熬掘几秒钟以获取材料, 斯奎勒斯说, 如果第一次尝试, 就能得到80克左右亮板, 我们就成功完成任务了, 但这项任务的设计目的, 是允许进行更多次接触, 总而言之, 凯撒号飞船可能要花费长达四年的时间为要彗星运转, 机器手臂会将样本包围灰尘, 冰和气体, 密封在容器中, 并将其转移道砍起来, 下满游的LONBO吸尘器的特殊容器中,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exy的工程师们将负责建造这个太空舱, 它与该机构2003年发射损鸟号, The Abuser使用的类似系统箱下, 只是体型更大, 损鸟号是个机器人探测器, 它被送往金迪小行星, 并成功取回样本以供分析, Jexy副科学主任腾本证明, Masuki Fujimoto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我们始终在考虑将样本取回任务, 作为我们太空科学任务计划的支柱, 但没有考虑将其应用于国外任务, 但是斯奎尔斯已经做了研究, 并且考虑VJex的设计, 他说, 损鸟号的样品把回藏是完美无缺的, 该设计的某些方面, 对凯撒项目来说堪称完美, 尤其是低温保质样品方面, 如果一切顺利, 样本将保持在零度以下, 直到2038年11月20日, 他在犹太州沙漠的混合点着陆, 然后, 一个小组会将样本装到一辆冰车上, 并将其在到休斯顿的一个设施, 科学家们将在那里对其进行分析。 按2038年, 斯奎尔斯已经82岁, 他说, 我希望自己还活着, 我吃健康的食物, 锻炼身体, 照顾好自己, 我的父亲已经91岁, 所以我有很好的长寿经验。 斯奎尔斯说, 他可能不会写一篇, 关于凯撒项目取样结果的科学论文, 他承认, 这种尝试可能会成功, 也可能不会成功,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 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 都在为应对这种风险做准备, 至少从1965年的那一刻开始, 那时他才9岁, 一天早晨, 父亲叫醒了斯奎尔斯, 让他观察一颗名叫IPSD的彗星, 天气预报圆程, 尽管距离地球1.291公里, 但肉眼仍能清晰的看到他, 其亮度是满元的十倍, 斯奎尔斯说, IPSD没有让人失望, 如果一切顺利, 六七批也不会,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